我们是康普集团 是由台湾三家化学公司所组成的 一个专业化学制造商 我们公司旗下有康普材料科技 横移化工及天红化学 我们所生产的产品 其实有包括于10亿柱形 那最近以康普材料科技来说的话 我们比较著名的产品 是硫酸液及硫酸菇 这两个材料是处于正极材料 所谓的电池里面的重要原料的上游原料之一 当初康普材料科技想要做品牌时 其实最基本的要求是 想要增加我们的企业识别 但是后续了解到这企业识别 其实不止的是公司的一些 内部的一些形象或是一些文圈之外 其实这个品牌我们后续了解到 可以延伸到更多的层面上 那后续以一个B2B的企业来说 我们需要 可以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品牌要做的事情 我们从最开始的 从人才的招募 从产品的规划 从网站的设计 及甚至包装 甚至我们的所有的品牌规格 我们都有做一系列的提升 那我们认为做这个品牌的话 可以让我们 与我们的国际客户有更直接的接轨 可以看到说我们 走向国际化的一个动力 我们当初在打造品牌碰到最大的问题 我是认为以往我们以B2B的企业来说 我们很少去思考或是以逻辑化的方式 来了解我们现在做的商业模式 以往我们可能是一个工厂的概念 把东西做出来销售给客户 那收到钱 那我们就是在做充分的事情 但其实在这整个商业逻辑上 是有它的一个 可能没有说 很办法很快用文字来叙述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在我们这个日常做的一些事情 把它包装成一个品牌 让人家看到说 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 那当初在定义这个上的时候 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 内部蛮多的声音说 为什么我们一个B2B的公司 需要做这个 我们的客户都在国外 甚至说我们东西已经卖了二三十年了 都不需要做这些东西 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些东西 所以是有这些不同的声音 但事实后续去了解说 这个公司的品牌 不只是为了客户而已 其实是为了整体 公司的需求 这个从内部的文化的改变 从招募新人 甚至客户对你的感受 甚至跟竞争对手的差异 那我也是每一个角度 跟每一个环节上 都有它所需的地方 那碰到这个挑战之后 其实公司内部 也透过顾问公司的 帮忙 我们也是有慢慢说服了 各位同仁说 OK这个品牌 创造过程的必要性 我们认为最大参加 这个品牌计划收获 当然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中 有办法跟 公司的同仁做很多次的沟通 那甚至上在设计品牌 来了解公司的同事 基本上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 SWAT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公司核心的竞争力 我们的危机 甚至以机会 我们都是想透过这个品牌计划 其实是有带助一些 我们自己的商业思考 那这个收获当然最大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增加同仁 所谓的相信心 那也增加我们公司所谓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讲的是 一个性感度 我们的公司 如何招募到人才 怎么样留下人才 我觉得说在这个品牌计划的沟通中 其实是 不管是饶放置方来说 我觉得 后续有做 绝对沟通之后 大家都有一定的收获 那我觉得也是互相了解 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我认为这个 做品牌的话 当然是选择的顾问公司 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康普 非常荣幸的可以 请到我们这个 特意设计公司 这个吴老师的协助 当初在做这个品牌 如刚刚的陈述说 我们一开始只想做一些 就是 corporate identification这块 那后后续其实 我们后续了解说 做品牌可以做大做小 所以我的建议是说 我觉得大家可以 从最简单的东西开始做 然后这点同 可能各位制造业 也想做的ESG这方面 也是大概一样的逻辑 从最简单的开始做 因为后续的做真的很多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步要先跨出去 那后续要做到什么样 我相信在公司内部沟通中 或是老师的建议下 或是参考其他同业先进的做法 之后会有更多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害怕 说会花多少时间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先跨出第一步之后 后续的 我认为是 的过程都蛮自然 都蛮成熟的 所以说我鼓励大家 可以从最简单开始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